有没有案例可以和我们分享 Ricky 你的过程中有什么案例 可以令大家容易了解整件事的工作是怎样 曾经有一个小朋友 他四岁多跟着我 今年十多岁 其实不止一个很多 过程中有些轻微的自闭症的影响 拼手 做一些小动作 而且很没有自信心 经过训练 经过鼓励之后 例如他在平衡目中很害怕 因为高 他身体协调得不好 你又鼓励他 又推他 他慢慢之后就会增强自信心 到另一个阶段 到他六七岁的时候 他同时也学习游泳 因为我本身也有教游泳 他游泳的时候 与大家的群体活动里面 就多了社交 慢慢增强了他的信心 然后他有时帮我做助手 其实我提供机会给他 建立他的自信 到现在他已经是非常好的表现 看上去是很正常的 真是很好 给多些机会给我们的小朋友 如果及早发觉 一个好的治疗方式 或者好的帮助 辅助到他成长的方式 他一路这样的时间一路下去的时候 辞之以行 看到一个大改善 可以变成一个很正常的小朋友 因为他本身有自闭症倾向 不如我说另一个例子 这个小朋友评估时是中度弱子 亦是自闭症 综合了一个问题 他也是四岁跟随我的 今年已经十五岁 开始通过综合运动 改善了他整个协调 情绪稳定了 身体好了之后 又是学游泳 他家庭也很支持这个小朋友 鼓励他参加很多运动 单轮单车 流冰 最近曾经被选过去参加特殊奥运会 不成功 但他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其实是自闭症小朋友 或过渡会症小朋友 通过运动 提高了自信心 确阔社交圈子 然后加上鼓励家长的配合 以及我们的治疗 效果会相当显著 太好了 很感谢Ricky和我们分享 因为我所知 很多家中特殊需要的小朋友 妈妈或照顾者都很无奈 很担心 或认为为何是我的 为何我的小朋友不可以好一点 原来我们有很多方法 以及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事 可以帮助小朋友 成长在历程中 可以很快乐地成长 也不想认为他仍有自己一片天空间 好 谢谢Ricky 谢谢你 给了我们这么多资讯 继续努力 谢谢 谢谢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